地震的巨大力量直接将台东宝华桥的栏杆扯断 护栏严重错位 桥面更是出现裂痕被挤压到隆起 还能看见下方的空洞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 警方第一时间风路管制 受到17号瑞士规模6.4的地震影响 宝华桥面严重回损 薄油路面破碎 出现至少7公分的高低差影响当地交通 除了紧急风路 台东县长饶庆林一早就和专业技师到现场 堪白评估 法华桥桥林将近40年 因为老旧被县府炼入规划重建 幸好当初有做加强 台门酿成更大伤亡 但另一个让当地居民心碎的 就是陆野慈恩堂纳古塔内 两千多个柜位倒了近五分之二 骨灰梦碎了一地全混在一起 家属得知消息赶到现场担忧全写在脸上 满惊心动魄了 后续看要怎么处理 对要赶快领悟亲戚朋友 17号地牛翻身 正央就位在台东县关山 台东县有22人受伤 当中一人受到轻伤 乡亲受伤建筑受损 县府也加紧脚步 确保一切尽快复原 华氏新闻台东报道